我覺得讀大學還蠻累的 很累啊 讀大學很累 就是到底是誰說大學有你玩四年 不然他出來面對 不可能有你玩四年欸 到底是誰說大學有你玩四年 不然他出來面對 他可能會連續一個禮拜 都完全沒有睡覺 我比他好一點點 我可能就是每天會睡個四小時 我有很多就是不符合那個人設 就是比如說大家看看這傢伙 平常在頻道裡面看起來不是很聰明 可是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葉 MOO 久違了 真的久違了 我們上一次兩個人坐在這裡拍影片 應該是去年的事情 對 完整的一年前 然後呢 MOO 現在是回台灣放暑假 不是 不是放暑假 只是夏天 因為很忙 我還是很忙 對 他每天都還是一直在念書跟 準備考試 之前啊 最近又有蠻其他事情 我覺得我有點神經病你知道嗎 我也覺得你有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怕自己太閒 然後就會怕一堆事情 結果回來之後就 喔 忙到歪頭欸 你幾乎沒有看到我沒有抓一數多錢嗎 我已經怕了一個月 每天都抓一數多錢 從早做到完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想要來聊一聊我們的大學生活 也蠻多人問很久了 大學生活可能比較難 像我們之前拍高中影片的那樣子 就是有比較細節的整理 因為大學畢竟自由度很高 所以我們就只能分享我們自己的一些小經驗 然後可能每個人念大學的感想不一樣 不同學校不同人 大家時間都還不一樣 甚至同校同系 你的感想可能都不一樣 沒錯 沒錯 就只是聊一聊我們的小經驗 那就開始吧 第一題 讀什麼學校 為什麼我之前都沒有提學校 我讀過兩間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 跟高雄醫學大學 之前一直沒有特別提學校 就是原因就是因為 我還蠻怕被占校的 就是我很怕造成學校的困擾 反正就是把學校講出來 就是會有一點點 供大家審視的感覺吧 會嗎 我不知道欸 就有時候會有些 好像有點大概知道你在講什麼 對對對 我也要大概提一下 大家可能之前沒有注意到 教讀書方法的那支影片裡面 只要所有關於大學怎麼考的問題 我一律都沒有回答 我從頭都閉嘴 真的嗎 你完全沒有回答 我幾乎不講 因為我覺得我就沒有考很好啊 所以就沒有什麼好跟大家說的 為什麼沒有覺得我考很好 所以有時候就是有些人問我 什麼考大學的事情 我都是 都是 不要問我欸 因為我高中真的不是讀得很好 你說高中的內容 對 我高中內容真的沒有讀得很好 國中的時候覺得自己比較 扎實 就是基本上國中教材裡面所有東西 我覺得我全部都學到了 欸唷 可是我高中的時候不是這樣 呈現是一個 就是七零八落的讀書狀態 大學我自己也沒有覺得自己考特別好 好像不太需要跟大家說 但是現在特別說出來是因為 畢竟要講大學生活的經驗 不太可能不提學校 因為從到尾講說 我們讀某校或 那個 會是一個很奇怪的狀態 我覺得好 我覺得 這是我的原因 你呢 我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提學校 你要先學習說什麼 我跟你們小孩是不是想提欸 我覺得很 我有點不願意說 我有障礙 一般大家會問我讀哪一間學校 我就會說 他從高中的時候就開始裝死 就是你最後幫我講一下 沒有我覺得你就直接說 你不要在那邊 要講得多完整 你不要講六個字 有人講四個字 有人講兩個字欸 我要講哪一個 很小聲的說嗎 不要 不要 為什麼要很小聲的說 很不好意思說 好 國立 國立台灣大學 取師分身學的狀態 對我很不喜歡講學校啦 我很不喜歡講我讀哪裡 主要是因為我 我希望我當一個獨立的人 我不希望大家因為 因為我讀什麼學校 然後對我的想法有什麼改變 可是這件事情就有點 跟你直接拍高中生活 這件事有點小矛盾 也不會 你可以解釋 我那個時候拍高中生活 大家有發現我把臉當中 他就是想要假裝那不是他 因為我不願意讓大家知道那是我 所以搭那個 不是我 那個不是我 那個是別人 他從高中開始 只要別人一問他念什麼學校 他一律裝死 對我就說 欸你現在在哪邊讀書啊 嗯 我在 讀高中 那在哪邊讀高中 在台北 台北的學校 台北哪一間啊 嗯 就台北 沒有很遠啦 然後通常人家就不會再問 太勉強了 我現在別問我讀什麼大學 我也會這樣說 因為會說 台北的大學 對對對 我就會開始裝飾 不過我覺得 你在意的 有一部分也是 就是很多時候 別人一聽到校名 就會有很多連帶的聯想 對啊 會對我有一個基底的印象 有時候你可能就 不會想要跟這些聯想放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高中也有欸 高中也蠻容易 會有人家一聽到 你是某學校 就會覺得說 哦那某學校的學生都怎麼樣 比如說 然後護衆就覺得 啊護衆的學生就是很自由啊 真的 可是其實有時候 當你覺得自己不是那樣子的人 你可能就會覺得 不想要跟這個東西連在一起 我大概懂你的狀態啦 我有很多就是不符合那個人設 反正 我也不是很愛讀書的 就是比如說 大家看看這傢伙 平常在頻道裡面 看起來不是很聰明 可是他是美女台大 欸我很認真好不好 而且我也沒有不聰明嘛 因為我覺得你有時候會有點 那個天線接收錯位的感覺 就是一般人接收 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會 沒有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我對於生活 上面的事情想法很直線 就我不會把事情想太複雜 所以感覺就很笨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欸 大家聽到台大聲 會有什麼聯想 其實我覺得多少會有一點欸 就是有些人就覺得說 啊高才聲優秀 很聰明 很愛讀書 然後可能 就會覺得 這些人能力就應該要比較好 會不會覺得他有一點 然後甚至有些人會覺得台大聲很轉 對 好像會欸 但基本上我 我應該算超謙虛吧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可是自己講自己很謙虛好像很奇怪 對啊 自己講自己很謙虛 對啊 可是可是我朋友都這樣說啦 就是我出國之後就會認識一些人 那他們就問說 欸你以前是讀那一間學校 但我還是不太會願意講 然後後來他們就會知道之後 他們就會說 我很不符合我的人設 然後 我一直都覺得別人很厲害 喔 就比如說他說他是讀台科大的學生 我從大學就超欣賞台科大的學生 因為我覺得他們 他們實作很厲害 然後我們就是 學比較多理論 所以其實像什麼 操作機台啊 設計 其實我們都是要跟他們學習 嗯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 這方面 比我們強超之多 然後我就會這樣跟他說 然後他就會覺得 我為什麼 然後都在覺得很厲害 很多啦 不只這件事情 我突然想起一件 就是好像沒有講過的往事 就是那個時候 你考高中的時候 填志願 嗯 的時候 你非常亂來的 好像 你第一個填 北宜女嗎 北宜女中 好 北宜女中 然後好像第二個 還第三個 你就填了 某一個高職餐飲科 我填餐飲科 我填 北宜 中山 三個 對對對 因為他非常非常的 想要念餐飲 對 我那時候很想當初始 然後我就覺得如果 那時候有點想念女校 想說如果沒有辦法去念 那我就去學我的信去 那爸媽知道嗎 他就極力說服我 可是這件事我在填啊 媽媽還寫了一封信 就在我要送出資源前 他還寫了一封信 放在我桌上 然後苦口婆心就跟我說 我希望你就是 希望以後生活過得 輕鬆一點 舒服一點啊 手指就是叫我不要添餐飲 欸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欸 因為真的太喜歡餐飲了 所以 大學的時候 你不是就很想要去打工 就是做廚房的工作 對 然後就 那個時候 他好像就說什麼 不知道有沒有人在爭廚師欸 想要去當廚師 我就跟你說 跟廚師至少都要有個餅集吧 然後他就說 你聽起來還好啊 我所有的道道都拿幽 欸可是我最後也是選上啊 我最好去當廚師 就是當餐廳的那一場 是重要的 所以我真的要下廚 還要處理食材 我們又扯太遠了 大家對不起 好 總之就是 這是我們兩個念的學校 啊我是不是沒有說過 我為什麼念兩個大學 對 我為什麼念過兩間大學 是因為我中間有因為 興趣不合的關係 休學 然後這件事情 我會放到最後面再講 下一題 第二題 你們大學生活是什麼樣子 就是已經是教育部規定上限的樣子 我們系主任跟我們說 我們不可以再多任何一個必修 再多教育部就要來關心我們了 就是怎麼會這麼多課 真的是多到 因為這樣子 我們有隱藏必修 這意思 就是這一門課 它的名字是 掛選修 可是 你基本上不能不上 啊 取名為選修 只是因為不可以再有必修 再有必修要被關心了 基本上我也是每個學期 大概會修到 接近上限 可以修得上限 然後我有一些同學 他們如果有 想要上更多課 他們甚至會直接超修 欸那我們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實驗我們是三四個小時 給你一學分嗎 我們也是我們也是 就是你會上了一個下午 然後一學分 對對對 但是我們好像 還有一些課是上三個小時 給兩學分 偷渡欸 喔對對對 很多課都會偷偷拔掉一點時間 然後來用我們的那個課 看起來沒有那麼多 對 所以我們其實課表都滿滿的 對 我們課表也很滿 就是早八到五六點 這種課表是有可能發生的 就高中課表 對對對 我真的很常一直在上高中課表 就是可能連續三天都是高中課表 期中期末考的時候 就可能一個禮拜要考七八課 高中生聽可能就覺得還好 可是這真的很可怕 喔那七八課是七八本 真的很可怕 像我同學的話 他可能會連續一個禮拜 都完全沒有睡覺 我們也幾乎是這樣啦 對對對 他會連續一個禮拜完全沒有睡覺 然後考完考試之後 他就直接報睡個三天 我比他好一點點 我可能就是每天會睡個四小時 然後我人生第一次 通宵是 我是不是那種大通宵 就是我連續兩天沒睡覺 就是完整的兩天沒有睡覺 就是為了要念期中考 然後為了要把一本超級厚的原文書 全部看完 複習完 而且我一定要講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是那種平常不念書的人 不是平常有念書 可是其中期末考還是念不完 你正常啊 我就想到我之前 我有一個醫學系的學姐 她講的話我覺得蠻有趣的 她說大學分成兩種人 一種是不認真的人 平常不念書 期末考念不完 另一種是認真的人 平常很努力練書 然後期末考念不完 反正就是期末考念不完 怎麼樣期末考都不會念完 對啊有很多念不完 而且我們系有非常非常多的報告 我們系就是永遠都在被報告追 這一週趕完的一個報告 然後下週報告又來 就是永遠都是報告地獄 報告循環 但是我真的是要感謝一下 我們系上的教授 就是因為我們系上的教授 超級喜歡叫人拍影片做報告 所以搞得我現在還蠻會剪片的 所以就是人生有些時候很累 但你終究會獲得一些東西 我想要跟大家講個蠻有趣的事情 醫學院有一種考試叫做跑台 跑台這個考試它是有一點點像是 跑官的方式 看是哪一科 比如說假設是解剖的話 那就是可能會有大體老師在前面 那它可能身上會有某一條血管 叮一個大頭針 然後你就是要走到那個前面去 你要在30秒之內寫出 這是什麼東西 30秒一到就是叮 然後你就 要寫什麼 大頭針 不是 你要 不是算對啦 你要寫出那條是什麼東西 哪一條血管之類的 叮之後你就要跑到 下一個大體老師那裡 然後它會有別的部位 欸你知道我跑過台嗎 你跑過嗎 對 因為我之前有參加過 銀隊啦 高中的時候 欸講到這個其實我蠻推薦大家 在高中的時候 如果寒暑假有時間 可以去參加一些大學的銀隊 就是你有興趣的銀隊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很不知道這個系在幹嘛 所以我就去參加那個銀隊 然後去了之後呢 其實很多人去了之後 就會想要靠那個系 但是我是去了之後就確定 我們兩個其實參加了同一個系的銀隊 然後我去了之後超喜歡 他去了之後就覺得完全 絕對不要 對 但是你這樣很棒 就是你以後點資源 你就不會去了 你不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如果高中和煮假的時間 可以多參加幾個 你可能有興趣的 你可以更知道 那個裡面在幹嘛 蠻有用的 我還沒講嗎 對 話好多喔 它其實有點像是 快問快答型的考試 也不一定是30秒 反正我遇到是30秒 我聽說有些學校比較好 會給你35秒 OK 然後我有聽過有一個 很可怕的跑台 是 某醫達 他們的 微生物免疫學跑台 曾經出過有一題是 玻璃燒杯蓋著 然後裡面就有一些蚊子在飛 然後題目要你30秒寫出 這裡面有幾種蚊子 什麼意思 好酷 對 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一個很酷的考試 好 歡迎 大學生活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很不一樣 我們每一年都很不一樣 就是大一 大二 大三大四 都不一樣 我大一的時候 有點像是在找人生方向 所以我大一是做很多嘗試 比如說我大一的時候 有去去當廚師啊 喔 幹嘛 就是做很多事情 然後玩社團 大部分都是在找人生的方向 找自己喜歡什麼 大二的時候就是 課也變重了 就全部都要退掉 然後幾乎都在讀書吧 就是大概早八到晚六那種 大三好像project最多 所以大三幾乎都在幹 幹project 我的T恤好可憐喔 我的生活 就是這樣 沒關係啊我的生活 而且是哪一週其實 要看 期末考週就很可怕啊 因為我早上我就是 每天都沒有在睡覺啊 我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兩個整天沒睡覺 那一天我就覺得 天啊我真的我要死掉 我就覺得 真的會死欸 就是我在飛了你知道 我已經覺得我整個人在飄 我覺得我要死掉了 然後我那時候 很可怕 我在心裡發誓 我這輩子再也不通宵 結果期末考一次 你不會 欸真的 而且我有時候會想說 嗯那一定是我之前 可能太晚開始 我就每天都去讀書欸 結果還是念不完欸 對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真的好可怕喔 那學好難念喔 真的好 對 我們可以戴大操啦 自己都寫得很小 很像那個 以前考科職嗎 就是那個科很小的 就他們考試有一個 算是open book 不是 就你可以戴一張A4 然後兩面的大操 你可以戴一張A4紙進考場 對你知道什麼可以戴大操嗎 就是對你戴的大操 還是不會寫 所以你可以戴 然後大操上面 通常都是寫一些 通常會寫一些比如說公式 因為這個公式 它沒有要你全部擠起來 因為太多了 所以就是會把公式寫一寫 就看個人造化啦 我有看過他的答案 就是那個秘密麻煩小點點 真的很酷 超級密 只能戴一張 所以全部都要寫在上面 全部塞進去 其實其實我覺得大操生活 就是說學校要求的課程之外啦 大部分時間就還是自己安排 所以看你想要玩什麼 我還是有去體驗社團 然後玩一些好玩的課 可能可以去找一些 外面可以玩的事情 好像打工之類的 就是但是時間很彈性 應該說就是你的時間 就是你自己排的啊 但就是要排得到 所以其實你有很多的 機會去接觸到一些 你以前沒有接觸過的事情 就這個時候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嘗試 對 喔大一的時候 大家就是我們有很多活動 其實上很多活動 可能有些舞會啊 這個還蠻可以講的 就是公學院的舞會 跟廣體學院的舞會 是不太一樣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錯 就是廣體學院的舞會 我的想像呢 大家會穿得比較正式一點 我有看過 比較好看一點 比較優雅一點吧 就是拿酒只好好的喝 那我們的舞會是 就是酒會 就我們會訂了幾十箱的啤酒 然後大家就開始灌 然後全部吐一滴 然後倒在地上那種 很狼狽的情況 好可怕 然後就是大學會有一些 烤肉活動啊 就還不錯 然後我們系上蠻多活動 是因為我們系蠻大的 很多人 所以其實我們想要辦什麼活動 其實自己也可以玩起來 大一的時候 大家蠻常會去 約唱歌跟約池宵夜 我覺得蠻熱血的 蠻喜歡的 還有就是 就是我很喜歡台大有 音樂會或音樂記 或是什麼白咒職業 就是有很多活動 反正就是會請一些 樂團啊 藝人啊 一起來 我突然有點想不起來 我大一在幹嘛 我好像有記得有一次 因為我有 先算是超修 先跳修 我不知道這個 我忘記這個詞了 反正就是我一年級 選了二年級的課就對了 所以我記得我大一的時候 我真的花了還蠻多時間在讀書 然後我記得有一天晚上 好像是什麼中秋節之類的 然後我的同學們 就是很快樂的在約酒會 是我們那種酒會嗎 不是你們那種 他們是 就是溫馨快樂 吃餅乾聊天的 就是會作者的 作者的 那就算優雅了 然後呢 我沒有去 因為我隔天要考捷火 哦 你怕你訴罪是不是 我覺得我沒有參加 那麼多像妳說的那種活動 很棒 我很喜歡 可是這種活動就是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它其實不會很大肆宣傳 所以就是有頭髮 對 有在注意的人 就會知道說 這週有什麼 我都會搖票去 就是他很怕被塑及忌亡 所以一直不敢講這個故事 我都沒事吧 我都知道 我們真的沒有破壞任何東西 我是隊長 對我在場上 我叫打XXX 打比賽 他們給我在場上XXX 現在真的好醜 真的好醜 你們有在看嗎 你們真的好醜 好醜 如果你也想成為 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